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获利方程式 在今天大盘出现了一个 比较明显的变化了 那我认为投资朋友明天 一定要赶紧的盯紧盘式格局 因为风险最大的一个位置点 可能是在礼拜五的一个位置 那我们昨天已经跟大家提醒到说 要稍微注意一下 三领高盘出现的时间点 那通常都是趋势性的一个 原来向上趋势的一个转折 那同样的如果是一个 下跌的一个趋势的话 出现了一个三高或三低 通常都是一个变盆转折 那由于这一波段一个向上走势 已经涨了整整89个月 89周 55周一个格局 那搭配国际股市这里 很可能出现明显的风险 所以刘老师听到大家说 想要抢新年红包的人 我一定看风险比较少的时间点 我一定会大家出手 可是在这个风险 我认为非常大的一个位置点 当市场上面全面一片乐观的声音 提醒你说 这个盘式格局要上9000点 那昨天早盘的时刻 还看到非常明显 好像要去点火 要去冲8500点 因为交税要调降 那我已经反复跟大家提醒 8430点以上 是中期非常强烈的压力带 那甚至于提醒你说 下半周组跌断的一个时间 即将展开了 那所以提醒你说 期货加股票我们的部分 先进行一个曝空 那针对你手上 有一些买错的股票做避险 如果是你先进会门片 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子 照顾大家的 那明显要早上开立 攻到8501 直接沙尾盘 做成一个流星跟墓碑线 那也分析到说 接下来盘式格局 可能先做空的期望值比较大 所以提醒你说 既然已经规划说 这盘式格局 头部居在这里了 把风险控制好就好了 大概可以空到8480点 这个盘式格局 进场做一个布局 因为三高是变盘转折讯 五浪加KD背离 又是波段反转 几杀了一个讯号 从这个位置点到今天为止 投资朋友 两笔空弹的资金 已经拉开100点左右的价差了 所以提醒到大家说 接下来风险比较大 那一不小心 道雄工业指数 如果按照我们规划 做一个转折下探 它的规模可能高达1000点以上 结果今天价权指数 果然做一个向下震荡走低 盘中海一度试图拉抬 大概是在9点450分的这个位置点 那我还是请我的新金额会员朋友 就在这个位置点就切入进场布空 那我告诉我会员朋友说 这里要优先管控风险 八把跟量价在昨天都已经同步方空了 今天空方力道会比较强 而且是多重时间波变盘转折日 我们的交易的中心 就是找一个转折高点 想办法进场布空 那我也告诉我会员朋友说 接下来盘式格局 我认为盘式格局已经按照我们规划 很明显的第一第二笔的一个空弹 已经空对了 那所以既然答应大家 我想要用两三笔的一个资金 先把这个接下来趋势性 先做空一个短波趋势的转折 掌握到 我想有机会复制 11月1号那个时间点 8430空 8320再加空第三笔 那短短大概五到八个交易日里面 你就累积了前面620点的价差 那我认为第二笔的一个资金 应该已经确认是空对了 那所以接下来盘式格局 如果是我的会员朋友 我会找到第三笔空弹的一个加空点 因为我想盘式格局 如果一不小心 再做一个向下跳低的动作 同志朋友 今天风险已经急速升高了 你要开始优先管控风险 尤其借权指数 在中长期的位阶 已经在12362点 这是证交所公布出来的一个资料 已经在12362点 有许多股票同样已经在历史 绝对高级期这些位阶的股票 那风险下差的一个波段已经确认了 下半段的时间我会稍微提一下 类似像可城 鸿海 联发科这些股票 有没有机会 你今年有赚到的人 要适当的做一个停利的动作 否则后面的风险会越来越高了 好不好 那极短波你买错套牢在相对高档区的 假设大盘真的有一个阻跌段向下风险 投资朋友短线的退场 是为了保持未来你有反派为胜的一个机会 那这一波如果真的不小心在明天跳低 破了我其实已经跟大家预告 周四周五组跌段时间非常大了 那大盘如果破了这个小型 高档区大概八天左右的N头 那你就要稍微注意一下 很容易引动追杀停损停地里跟卖压 因为今年其实有很多券商 有很多投信赚钱已经赚了非常多了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九根的K线 最RSV的一个高档扣底值 全部拉高到这条颈线以上 所以这个盘式格局没有强谈 就注定RSV会急速向下扣低急杀 而且连续九个交易日 所以总之朋友RSV连续九天扣高 那由于我们加权指数 国际股市已经先领跌了 所以它有机会扣底底值 可是我们很麻烦的是 相对于前面大概五个交易日的 先强正一个动作 反而容易造就在接下来几个交易日 我们加权指数领先国际市场 再进行补跌及杀 那这个风险麻烦大家一定要去谨记 刚好13号星期五 会不会是国际股市当中 非常重要的变盘转折讯号 那投资朋友你就要密切地去做一个布局 好吧 其实今天的盘市格局这样走 那有点点开高 试图的进行一个短波的反弹 那市场的气氛到今天为止 还是非常乐观的 可是我告诉我后面朋友说 今天的盘市格局 如果盘中呈现一个掉了很小黑K的时间点 应该就是进场要想办法去做空了 今天开盘八把四两点低盘 任何大家来接假象 明后天还是容易收在 除了今天会收最低到次低之外 开盘八把隔日冲的一个应用 三高是一个变盘转折的空讯 对不对 昨天已经告诉大家了 三点高盘不能追 更何况它当天就会变现变成第二代八把的一高压力盘 第五代八把的应用取低 所以八把空量价空 你根本不需要等的消息内容讯息 昨天应该留空单 甚至于 类似我们一样 由于我认为这一次周线是五重转折 日线又是加上六重转折日 这波有行情 所以昨天特地开始跟大家谈 你不用担心说你的资金比较少 这波即便你只有少幅度的资金 用选择权 通常这种多重转折系数行情来的时刻点 你要去掌握到每一波段的一个行情 赚三倍五倍一个机会 只要我们认为讯号明确的 六小师一定会去带你掌握这一波的行情 它的一个目的是为了要保护 你手上做多单的一个风险好不好 所以今天吊人小黑至中藏黑 那拉起来是不是要今天的盘中的位置点 就要开始进场曝空了 所以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美股的S&P已确认阻跌断了 总之朋友刘老师觉得说 很遗憾的状况是说 今天的向下杀盘其实在国际股市当中 这六个交易日六个日期里面 每一天都告诉你非常明确的讯号 大盘会这样子杀 很可惜所有媒体的焦点 类似昨天我们在跟大家聊说 两岛完成预算协商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极短波的空方讯号 结果昨天所有媒体没有人跟你谈 那联总会的一个政策急转弯了 在礼拜一的晚上 会造成美国股市一个向下杀盘 结果居然这么重要的一个转折讯号 还是没有人跟你聊 今天大盘跳低几乎再开低就是一个主阶段下杀了 再早一点点上个礼拜五晚捐当失业率降到7% 这么重要的一个利多消息出来时刻点 连Pinco的执行长葛罗斯 注意他是债券指标的10多头 居然在这里也呈现一个翻空 那你要注意债券市场是所有 我们有股票市场 这个汇率市场 黄金的一个市场 原物料的一个市场 这四个市场加起来的一个比重 刚好才等于国际的一个债券市场的资金 其实全球的一个证券市场里面 资金比重最高的叫做债市 那如果债券市场的资金 要开始呈现一个大幅度的波动 尤其是QE这个讯号出来 一定会引发国际资金的一个大幅度的调整 所以这个是刘老师必须去提醒你到说 后续格局国际股市风险主要的因素 我知道大家都想赚新年红包 可是如果宏达店在126 才有一个向下泄行 向下喷出那麻点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等到那个位置点再来买 因为一买进去 七天里面会喷出四根涨停满的价差 等到昨天廖老师提醒你说 宏达店开始有抵抗的一个机会了 今天大盘在下沙走势里面 宏达店初步进行一个反弹 所以你要稍微注意 廖老师用这个镜子就显示说 Growse本身也表里不一 表面上面告诉大家说 债券市场还是一个稳定收益的市场 其实心里想的是说 这次债券已经确认走空了 那过去债券的十多头的一个指标 居然在上个礼拜晚间说 联准会本月开始缩减QE的机率有五成 那难道你不应该去规划这样的风险吗 所以投资朋友廖老师要跟大家报告了 来这盘市格局道琼的工业指数的三尊头 如果再破下去 转波对军测幅2.5%的一个上下击杀 是不是每一波的一个转折的一个走势 好 廖老师已经告诉大家 下跌5跟K线全部都是带亮的 反弹都亮缩 这个是我在这个上个礼拜五的时刻点 一波一波的一个细微波转折 全部事先跟大家预告的 那礼拜五晚间的强谈 其实刘老师在礼拜五的时刻点 下三五跟黑黑的时刻 我就告诉你说要规划二浪反弹了 那真的弹了198点 可是这个弹是198点 你有没有发现下探是五浪 已经变成未来的盘市格局 要发展的主要趋势了 有没有提醒你说 这个礼拜的下半周 国际股市会进入一个向下的主跌段 而这个主跌段 很可能是道琼工业指数长多五浪 这个4000点的行情结束 跌可能要跌1600点 所以你要不要利用这个反弹的时刻点 进行一个短套截调 结果昨天这个是S&P500指数 居然急杀了一根长黑 把这个起涨的红K 道琼工业指数的起涨红K 投资朋友这个是昨天晚间1点30分 刘老师一直盯盘盯到了凌晨2点钟 我才比较放心的去做休息 想要知道国际股市这么重要的变化 因为关系到刘老师会没有资产 所以在这么重要的变盘转折点 刘老师并没有像市场所有的分析媒体解盘 告诉你说这盘市格局好像 证交税要降了 这里要重压大买 国际股市要嘎空喷出了 其实投资朋友你会发现 这三天如果你已经 外资没有空单了怎么嘎空 你进去买这盘市格局 波段就进行一个短博的下探了 所以这盘我想所有细合波的走势 完全全如同刘老师的分析跟规划 那先跟着刘老师把一波的行情掌握起来 你不晓得怎么样掌握的 在期货选择权这边 我会搭配一些避险商品一个交易 为的是帮大家去规划 后续盘市格局的风险 那如果行情来了 昨天我们跟大家聊到说 未来宏达店绝对有希望 那像前面一波 8月份中下旬我们选择权 喷出嘎空一波到底 是刘老师跟他预告的 8430反手在这段 200 这个620点下刹的波段 刘老师也帮你规划起来了 这一次多重的时间波的编盘转折 不论是股票或者是期货选择权方面 期货选择权方面 我认为这里有一波行情 你必须率先去做掌握 而我很怕说那个时刻点在明天 这个关键变盘转折 你要第一个时间去进行判断的时候 如果错失了那个位置点 你会比较错过那个自高点 进场布局的一个机会 好不好 所以不论是宏达电的当股所担 以及我等一下要跟大家聊到宏达电当股所担二班 好 那我等一下会跟大家做一个报告 我为什么今天要跟大家谈 当股所担二班 好的一个想法跟规划 我稍微聊一下 如果宏达电未来有可能反弹之后再破底 你愿不愿意宏达电 让刘老师去帮你掌握这波行情 好 如果宏达电反弹之后 还有一波再破底破底的一个行情 你愿不愿意跟着刘老师操作这两股票 等于说前面有一段时间会稍微比较辛苦一点 可是未来绝对低档局落底 我会帮你匹急带来 加倍奉还 但是如果有反弹高点 不论是已经绝对高档机器的股票 你要先做一个退场 抽出来资金 我们可以用期货选择前进行一个避险的动作 你认同刘老师理念的 那我们这个单股锁单 这个资产管理的一个动作 你可以直接下旬刘老师服务人员 休息两分钟之后再回来 对谈要理喻 沟通才效率 原创要尊重 三思才当漏 平宽是共用 畅通才未送 online让我行 必谈不攻击 自律同理心 手法好公民 酷 everybody 里一通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投资是门专业的事业 也是门良心的事业 顾德投顾拥有期货股票双振兆 是您投资获利的最佳伙伴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专业的投顾 顾德投顾 用心 用心 还是用心 是顾德投顾给会员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 免费资料索取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顾 顾德投顾 当您投资失利 求助无门的时候 别失忆 顾德投顾秉持良心经营 专业投资帮助您 拥有提过股票双振兆 使您反败为胜的最佳利器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专业的投顾 顾德投顾 森田药庄高纯度剥尿酸面膜 森田药庄 爸爸 儿派七密窗 专利复合式倒快 徐秘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5倍 有了儿派七密窗 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 对家里打鼓也是代用 森田药庄高纯度剥尿酸面膜 森田药庄 好来我们的现场 那刘老师刚刚上班的时间已经提醒到大家说 由于这里 国际股市会发生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 那稍微谨慎停看停 我并不是死空头 那老师另外说有必要如果我这盘市格局 89个礼拜 55个礼拜 多头能够这里变盘转折成功 后面代表于一波段的一个大多头的一个行情 还要再走34个礼拜 55个礼拜以上 所以不急于在接下来两三个交易日 你过于集中的去布局一个单一的方向 当讯号已确认 刘老师一定会想办法帮他反报为胜 好不好 组织票这里 如果未来我们真的看到下个礼拜回来 国际股市开始进行真的QE退场 刘老师要跟大家报告到说 假设真的QE退场 短期全球股市一定大震荡 因为股债黄金会是原物料会同时 五大商品同时的大震荡的调整 可是却代表这一波沙盘之后 刘老师说还有一波多头的行情 最佳的一个证据 同志们昨天台子期货 最后一个向上嘎盘的一个动作 为什么会有这个稍微 政府基金点一个火就往上嘎 他嘎到8500点 因为你在8093才去进行一个 布空操作的人 同志们有点个火 拉开刚好昨天到8500点被嘎400点 刚好是台子期货一个margin 昨天的向上拉开的上影线整个墓碑线 全部都是空单补出来了的啊 所以 同志们不要听着市场这个媒体 也许今天这个向上沙盘 你又听到空头的言论 又啪啪啪啪 一片好像这盘是感觉又崩盘反转了 好同志们 美国股市这里高档 它有修正的风险 可是我不认为 道琼工业指数真的跌了1600点 我们加权指数要跟着跌那么深 好 那甚至于有一些股票在跌 下跌的过程里面 还会成为逆势撑盘的指标 我的任务是要想办法帮大家达成 既然答应大家12月 又就要帮你去掌握 台子期货1084点 好 那股票想办法帮你跳到几档红包股 要想办法 领先市场去掌握到14根涨停满下差 那我会希望说我们上个礼拜 上个月份是稍微谨慎保守保守保守 大盘在跌的时候先找一些大盘跌 它反而逆势上涨股票 类似宏大店 先赚了11根涨停满下差 这个都是已经扎扎实实获利了结 后来在这个11月22号才翻多 找到全新党红包股价 Oh my God 喷出了4根涨停满下差 好 这个都是全部先获利了结实现一趟 我也知道高档区8400点 这边是绝对的一个压力带 可是我们懂得高档空了一波3笔空单了之后 8100补掉先赚200点 再等他压力到80193 再买2笔多单 再赚200利用10点 我觉得操作 我们不会把我们的交易放得这么死 而刘老师会这么密切的帮你去叮咛 后续这个盘式隔绝的变化 好就像这个礼拜我们选择的一个谨慎保守 实际上面我们规划的系列波走势 全部如同刘老师的帮大家预告的规划 一步一步的去做发展做迈落 你有没有办法领先市场去分析到 所以你已经错过了 今年全年度台子期货 包含了这4000点的一个转折价差 11月份这1000点的价差 我觉得都不需要急躁 让刘老师我带劲大家 慢慢的帮大家去 把你的实力跟信心坚持起来好不好 好 那这是联发科 那接下来几个交易是面临的长期多方形式的两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转折点 这个颈线是不能破了 那包含 可乘 包含鸿海 包含大力光都一样 那刘老师没有看空Apple 以Apple本身 我其实在那个跌破事板我就说 Apple单单靠着财务操作 他就有机会回升创历史新高 可是供应链会跟着创新高嘛 投资朋友你要仔细想一想 这一次Apple回升的主轴是在它的一个财务面的操作 缩小股本 发行公司在 所以股东权益会往上走 可是为了达到这个要求 把所有压力放到供应链上面 这个是刘老师提醒到大家 你苹果干点股也不能够全线看得太好 主要原因 来 手上有套牢股票 微视频偏低的投资朋友 除了其后选择权之外 有一些股票 我们低比不空 隔天直接打跌停 反弹起来 让颈限的时候再加空第二笔 好 今天的存价量再放出来了 这个形态越做越大 稍微注意后面击杀了一个风险 好 再来第三张股票 宏大电 投资朋友 刘老师跟大家聊一件事情 导播我们take一下这一块 好 这一块就好了 好 这个是12345浪 这个是12345浪 好 这个是12345浪 好 因为策略性因应 刘老师必须帮你挑出 我为什么这样跟你讲 告诉你说宏大电未来波形 有一些变化 我帮大家直接掌握起来 好不好 假如宏大电还要再彻底 或者是破底 如果你还愿意操作宏大电的话 刘老师来帮你掌握 可是我们会挑出另外一档 宏大电档鼓手当二班 先短期的做一个因应 跟宏大电一样 你可以跟我们会员朋友 宏大电100张200张 集中一档股票 1000万2000万资金 做一个集中进场操作 我想刘老师这一波 关于宏大电的行情 每一波细一波转折 这80块钱的价差 帮大家扎扎实实掌握起来 那提醒你说 接下来盘市格局 不断不断提醒你说 有在下杀的风险 一直提一直提 提醒你说要出清 告诉你说会有一个向下击杀 每天你看着刘老师的节目 这个反弹的高点 大家都不愿意再做出了 12月4号在跌破这个 主跌段开始向下扩延的时间点 也不断在这个公开解盘 告诉大家 苹果跟宏大电 本身会有资金排解的效应 今天12月4号已经确认 宏大电主跌段 到昨天为止破低 到今天为止还是相对弱势的抵抗 所以宏大电 我认为在接下来几个交易 因为苹果见高点了 所以宏大电这个资金排解的效应 会有初步的一个反弹 可是反弹起来 后续有两套波形要规划 实际宏大电就差了80万 这个汇费已经是 五六倍以上 我觉得接下来让刘老师来 帮助大家规划后续盘式改决风险 可是其实你期货选择权的部分 期货已经掌握4万元的价差了 这样不是把你风行管控起来了吗 所以关于宏大电 当股首单一般跟二般的内容 详情到底是如何 你可以直接掐选刘老师的服务人员 但是刘老师说 在这风险管控最重要的 很可能是一个黑色星期五 你要第一个时间 做出因应动作的时刻点 那刘老师直接来帮助大家做调整 祝大家投资顺利 我们明天再见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费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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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提你的投顾 不得投顾 市中心百平大户 超值珍藏的豪宅 内湖正核心 明人像新聚落 P&T百平垂直森营园 空中树 水中花 热销蒸藏中 大华 胡越 2785 0888 班贼 朝真节 正极营园公司 是一间正牌营园公司 正牌营园公司